这家还蛮大一只的 大家好 我是阿旺 今天过来擦鲁鱼了 走 这里全部都是那种养殖珍珠贝的 但是鲁鱼就喜欢藏在这个地方 鱼虾蟹都喜欢藏在这种地方 这里有一只看到没有 放近一点 这一只比较大 他在爬行 潜在沙子里面爬行 这个水已经浑了 我先把它捉了吧 等下看不到 漂亮 这个比较大 这个 还不错吧 这里有一只看到没有 在这个木桩旁边 这里 这个也蛮大的 这里我挤给你看一下 摆上了一点 这里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也蛮大的 我用叉子来擦一下 擦一只 擦的那么难擦吗 这个虾 还跑 跑啊 你跑啊 看到没有 这个虾 这个虾还蛮大一只的 颅鱼没插到 到插到了一只大虾 已经死了 蓝尾虾 这种虾 尾巴是蓝色的 我们要到蓝尾虾 看看还有没有 这里面的都是养殖那些珍珠被的 这里面 全部都是珍珠被 也有一些青口罗也长在这里面了 青口罗珍珠被都有 这一大片全部都是 这里的水太浑了 看不到 有鱼有蝎都看不到 这里有一只啊 这个水比较浑浊 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不用插紧的 用手抓 哎 哎一个螃蟹一个螃蟹 哎呦 要捧就不要了 要吓得了 一只 这里有一只 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 他跑了跑了跑了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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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跑了 他跑了 他在跑他在跑 你哪里跑啊 他躲在这个 我这里 出血了 帅不帅 在这里发现一只海笔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海笔啊 非常的漂亮 哇他我碰到他他就马上缩回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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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 我碰到他他就马上缩回去了 不理他了吧 这种说的海笔啊 哎呦 我碰到他 哎呦 看到没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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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那个 这个是小虾来的 小虾米来的 把它放了吧 等它长大先 哎呦 回开 开笑吗 回开啊 嗯 快呢 行翻呢 路呢 像鲁龟 像鲁龟 回开干嘛 哎呦 哎呦 这里有一个像海葵的东西 不懂是不是来的 哦真的是海葵 我去 嗨 哦 这个就是小虾中的海葵啊 非常的漂亮 它长在这个东西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形状就行了 然后把它放了 这个我们也不要 这个可以吃的哦 这个海葵哦 它开花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把它放了 不要它 一一下一一下 哎呦 一一下啊 你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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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捉它呢 用手捉还是用网兜呢 啊 用网兜吧 哎呦 一几下啊 哪里跑啊 用网兜的话 它是跑不掉的 哎呦 哎 我又不想用力捏死它 嗯 这个也是南北虾来的 它的眼睛是红色的 看到没有 但可能拍的不是很青丝 哎呀不理它了 把它抓了先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现在已经抓了 半个小时了 还多这么多 还不错啊 这里面也有二三十只了吧 全部都是蛮大一只的 我们再找一下 抓一下就回去了 这里 这一个就是海鲜 它圆圆的 圆形的 长得跟硬币差不多 我们叫它海鲜 这种东西的用处就是 把它捣碎了 喂枝喂鸭 跟饲料一样 旁边那些小洞洞 就是那些虫子 钓鱼的虫 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 全部都是虾 一头鱼都没有 还有一个屎头蟹 这种虾全部都是南北虾来的 这个已经死了 死了它的颜色就变了 这个是给我插死的 用那个叉子插的 嗯 插断头了 这些的是用手抓的 就死不了 抓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里面也差不多也有一斤 这样子吧 现在我们回去了 回去把它给煮了 趁新鲜 哎呦走了 拜拜